好,那最後我們要把它輸出,輸出在哪裡? 事實上它輸出的格式非常的豐富喔 你看上面這裡 這邊都是輸出的格式 我們剛剛插入的是從這裡來的對不對 那它第一個最單純的就是輸出成影片 比如說你剪接完就變成影片就好了 這是最單純的 你也可以直接變成Flash 好,那當然你說變成什麼PowerPoint啊 如果那個其實我想不太需要啦 除非您是要做簡報用的 就是再重新把它拿出來變簡報 一般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常用是做成這個 這是agent 做什麼?做互動式的 互動式的 比如說像PowerPoint 老師跟我用過 PowerPoint在錄影的時候 錄完了它是不是會有一個一段 就是這裡是播影片 然後右手邊是你的進度 對不對 這個就是用這個做的 這樣你了解了 它也可以做 因為PowerPoint的缺點就在說 如果你是用錄影的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有那個東西 它主要是針對簡報 簡報部分才會產生這個 可是我們這邊就很隨興了 你喜歡用PowerPoint的畫面 還是用影片當各式你一個 那個內容都沒有關係 它都可以做 那我們現在呢 就很單純的先從輸出這個影片 你看 輸出 按一下 它就會問你你要多大的 看你要哪一種 原則上我們主要就是這幾種而已 主要就是這幾種 如果它比較小一點點 那可以用NP phone 按下去之後 它就要用一點點時間 好 一點點時間 然後這個我們就讓它去輸出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把它當作一個解決案件 你看不用讓它帶著走 直接解決起來很快 最後不要忘記 它有自己的專案檔 你要把它存檔來掉 它的專案檔叫什麼名字 好長喔 Atee Pre-Rent Project Atee Pre-Rent Project 有沒有 這個 所以你只要把資料整理好 那萬一下次有需要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重新把專案交代重新解解 如果說有錯的話 我這邊已經輸出完成了 那它預設的位置就會在 如果你是輸出影片 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影片的資料夾 所以你點進去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那段影片大概就是19MB而已 因為其實640-480 再加上大概三分多鐘 所以NP phone一般來講就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可能我們今天大致上 主要能夠跟大家介紹的 差不多到這邊 雖然我別說一坨人剛才不會說 沒關係啦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來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